第一张穿着人质托大裤衩上练装的小鲜肉 你见过穿着人质托 大裤衩上练装的吗 出现在明星恋爱记 水晶记录至现场的男嘉宾顾怀安 脚上就踩着一双人质托 穿着一件大大咧咧的大裤衩和短袖来上节目了 哼 这个是什么情况 一些观众都看笑了 忍不住表示 你就算是再怎么着 也不能穿这么简单来上节目吧 不过话说 这小哥长得真的帅 哪怕穿得那么普通 感觉还是第一眼就能注意到他的样子哈哈 看见到他好像是个没什么名气的艺人 好接地气啊 我感觉他在演我在家的样子但是没有证据 嗨 住在水晶小屋 也就是节目主安排的嘉宾住所的顾怀安 看了眼自己身上穿的衣服也不由得叹了口气 你们难道以为他愿意穿着这人自脱 大裤衩来上节目吗 你们以为难道他不想穿着各种潮牌 潮服 吃上各种名品 来闪下所有看节目的人的24K太合金狗眼吗 他也想啊 可是谁让几天前 他突然觉醒了一个接地气系统 这事而说来就话长了 顾怀安本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经纪公司练习生 那两年内于各种选秀节目做的疯狂 国内的选官都把练习生目标选去国外 总之能凑够人就行回过肉都要 看到了其中红利的顾怀安以为还能捞一把 就一头扎进了选秀的海洋 经过两年半的练习生活 好不容易可以去参加节目了 谁知道上头忽然下令 所有人谈女团选秀节目全部叫停 就这样 顾怀安成为了救选秀时代的练习生余孽 之后就是长达一年多没有工作的生涯 他签的公司也算人道 不坑一人违约金 愿意走的可以解约 不愿走的留下如果有通告资源也会给他们 只是可能数量少的可怜 信了公司鬼话的顾怀安就留下了 谁知道一等就是两年半 但来的还不是什么舞台 而是一档恋中节目 顾怀安也不太愿意来 恋中在终于你都顺下久留 主要是他实在是没退路了 上年的一气风发 也逐渐被两年半的冷藏生涯 磨平了大部分的冷角 或许这个恋中 已经是他在这个行业内最后一个工作了 本来顾怀安想着 好歹是个节目 据说还有几个有流量的女明星参加 自己要是好好表现 跟你顶流出个CP出来 说不定能借机火几把呢 男女团选秀虽然被毙了 这两年内雨也不少塌房 但痴迷建房子的秀粉们就还时刻活跃着 说不定顾怀安一呼 他们就百应了呢 谁知道就在顾怀安出发来水晶小屋的前一晚 他突然觉醒了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叫做接地气系统 顾名思义 主打的就是一个接地气 只要顾怀安在镜头前接地气被曝光被人关注 获得曝光度 就能获得上功 乐理演技的加成 还有各种一世界词取库文操功当作奖励 刚开始的却欣喜若狂 但冷静下来的顾怀安 在理解了系统所谓的接地气之后 仍旧有点麻 好家伙 他竟然要自己在镜头前放下一切跟明星有关的价值 偶像包袱 形象 当一个彻头彻尾的gay溜子 想到自己两年半以来 唯一一个正式工作竟然就要因为这狗屁系统 而被迫在节目里扮小丑被人嘲笑 顾怀安就忍不住骂娘 娘了个娘 但权衡利弊过后 顾怀安也就失怀了 这系统虽说挺没品的 但给的东西还真不少 又是唱功 演技 又是各种原创歌曲 剧本 他也不想当个没品的艺人 可系统给的实在太多了 跟体面的在恋中上和女嘉宾逢场作戏 谈一场有力侥幸的恋爱 结束之后各本东西照就不会再有下一个通告 坚持不了多久就要离开这个圈子比起来 顾怀安还是选择相信系统独一把 大不了就是全网嘲笑几个月 互联网时代 大家看的东西多 晃得也快 哪怕花众取宠 过不了多久也没人会记得你了 如果我不说 你还记得某个照吗 就这样 恋中时尚相当炸裂的出场造型 就这样十分具有视觉冲击感的 出现在了所有观众面前 你可以看到一个分明长得十分清新 自然 具有辨识度 少林感满满的小鲜肉 却穿着一双人自脱 沙滩裤 坐在水晶小屋的小院里 隔大椰滩的姿势 躺在那里晒太阳 脸上戴着的那副 橙黄色镜片的墨镜 是他唯一的倔强 他搞什么呀 看见他这浮百烂的样子 就连节目主也不由得笑了 节目的幕后制作人兼导演江丹 也奇怪地看着这个艺人 江丹 人生选秀教母 藏一手策划了横跨十几年的 十集当不同类别的选秀节目 为内娱输送了无数人才 这不是男女团选秀嘎了吗 最近就把手伸到链中来了 哪怕是江丹这种 曾有过操盘十几档选秀中立经验的金牌制作人 也真没见过哪个艺人出镜上节目 竟然是这么一副不精致的模样 都给他气热了 明星恋爱记 水晶记的选址在云南的村庄里 压了带季风气候的云南四季如春 正值夏季 街头巷尾开满了三角梅 梅得不可放物 水走一拍都很粗片 时间正值正午 顾怀爱一副白烂的模样躺在小院里 淡淡的微风吹来 摇动其小院中心那棵不知名树上的树叶 沙沙作响 叮 因为树主接地气并受到曝光值 唱功正缓慢增加中 叮 加0.01 加0.01 虽说增加的速度并不快 不过顾怀安总感觉自己的嗓子里 好像有鼓暖牛不断涌动 滋润的声带 脖梗附近的肌肉 也有种更加熟练的感觉 所谓唱功 似乎便就是对声带 肌肉的控制熟练度 感受着这些 顾怀安不由的咧嘴笑笑 我笑我太疯癫 我笑别人看不穿 在别人笑他上节目摆烂的时候 系统正为他分上各种福利 而那些嘲笑声 无非是为他增加曝光度罢了 而且该说不说 摆烂的感觉 是真体MD爽 以前顾怀安也不是没上过节目 选秀没被暴毙之前 他也上过一些综艺 虽然是陪衬或者游戏环节的NPC 上那些综艺的时候 虽然没有工作人员明确提醒 但身边的人都蛮战战兢兢的 好像生怕自己做错一点点小事 说错几个字 就会招致某些网友 脑残粉疯狂的攻击、网爆 而如果身边人都这样的话 顾怀安也会因为 从众心里不自觉地跟着一起 说实话 很累 明明可能后期剪辑出来 连个有脸的镜头都没有 但还是要减小身位的 尽量不出任何意外 如今 当他面对着镜头 摄像师和一帮工作人员 就躺在小院 桌央晒太阳吹风的时候 那种白烂的轻松感 真的很爽 可惜 爽的时间 总是短暂的 有人吗 小院门口 传来一道月儿的女生 门口 一位拎个纯白色行李箱的长发女生 缓缓走来 她长得十分标致 无关端庄 大气 一张完美比例的瓜子 脸上每一个无关都非常精致 却又没有任何进攻性 反而写满了江南女子的柔情 这样一幅无关组合起来 是那么的和谐 容恰 柔情似水这四个字 仿佛就是用来形容这张脸 值得一提的是她的眼睛 那双眼睛仿佛能融化任何进攻的眼神 让人沉沦进去一样 而在她这张脸出镜的第一时间 弹幕直接就炸了 裴姐 这是我裴姐吗 无理裴姐竟然来参加恋中 老婆 你还手找不到男朋友吗 我随时为你准备着呀 你搞得跟谁不是一样 裴姐看我 哇 裴静书 裴姐 知名歌手 号称泪于神言 虽然是歌手 但她却是靠颜值出卷的 还在大学时期的裴姐出门逛街 路人拍的一张生图认识被几百万人用作头像 出道后一次参加活动直面高强度闪光灯 同行人员已经上市表情管理 她却认识近十分钟没有眨眼 堪称文美的生图更是在当晚空降热搜第一 并在第二天刷爆了朋友圈 每次有她参加的活动现场 那场冷场的时候 只要镜头给到她 全场会立马欢呼起来 这就是裴静书 一个一张脸打遍内鱼没服过谁的女歌手 她什么都不需要做 只是这张脸拿出来 就能让上万人的场子全场为她欢呼 看节目的网友们是打死都没想到 裴静书裴姐这样的美人儿竟然会来参加这种 夜中 呵呵 幕后的金牌制作人 选秀叫母江淡抱着胳膊咧嘴笑笑 听说你们惊喜的还在后面呢 水晶小院 有人吗 焦肉的裴静书拎着一个跟自己身材不成正比的 相当大的行李箱 很艰难的走在石板路上 虽然但是 她真的不理解节目组选址的时候 为什么会选择这种都没有任何正路的村庄小院当录制现场 村子里连最基本的水泥路都没有 石板路二位 根本没法拉箱子 只能提着 她身材鲜瘦 一路提过来真的要累毙了 所以为顶留艺人平常这些事都有助理做的 本想着小院里应该有人 她找个人帮忙的 可谁知道一进到小院里 一面就看见一个大概比自己年龄小的男生 很没品的穿的人自脱 大裤衩 四氧八叉的 躺在小院中心的躺椅上晒太阳 裴姐 当时裴静书那张堪称我美的俏脸上就写满了问号 哈哈哈哈 裴姐都猛了 看到她那奇怪的表情 很多粉丝都笑完了 纷纷表示 裴姐 你管这叫练习两年半的练习生小鲜肉 你最好时 顾怀安 我当蓝石 暂时放下行李箱 扬起白色沙拳包裹下的玉壁 裴静书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 亲自如护 裴姐永远是黑肠子的造型展现在观众面前 少醒 她这才来得及继续打亮面前的顾怀安 看小院里工作人员的照位和镜头方向 这个人到底是跟自己一样来参加练中的艺人 她也听说这节目好像有个并没有资历的小鲜肉参加 印象中的年轻艺人小鲜肉类型的 都应该是那种十分精致 服装 造型再现 装画得比自己都聪 粉底比自己厚 也比自己白嫩的 看起来就很贤惠的那种 可面前这个年轻艺人非但穿得很随意 就连脸上看上去也没什么粉底 健康的小麦色皮肤看上去有点反差 不过长得的却挺帅的 五官鲜明 脸很小 下额线也蛮明显的 有那么一瞬间裴静叔在想 要是跟这样的人节目里逐CP 好像也蛮不错的 嗯 这惠儿 顾怀安也总算听到了动静 从躺椅上坐直升直 望见裴静叔的那一刻她愣了愣 或许是没想过节目组口中的几位流量女心中 竟然会有裴静叔这种高颜值能气女神 那个 顾怀安认识的时候 裴静叔有些不好意思的冲她抬抬手 微微笑说 能麻烦你先帮我拿一下箱子吗 我实在是有点拎不动 啊 裴姐竟然冲她笑了 因为这个笑 裴姐已经跪在键盘上向我解释了一个小时了 不要问为什么不是跪搓衣板或者榴莲 因为我不忍心 兄弟啊 但凡有粒花生米的 我尿黄 来都起开 我知醒她 弹幕徐徐飘过 不得不说裴静叔人气真的高 出场到现在节目直播的同一时间 在线人数都称称上涨 几分钟进来了好几万人 哦 好的 顾怀安点点头 脱上自己的人字拖 走过来帮裴静叔搬起了箱子 裴静叔的目光始终留在顾怀安的人字拖上 总感觉有种莫名的视觉 冲击刺激着自己的大脑 尤其是这里 还有镜头和工作人员 她完全无法想象一个男艺人 能在镜头前穿着人字拖来回走动 不由自主地多看了顾怀安几眼 并在内心里对这个人的印象更加深刻 顾怀安平常健身 因为做练习生的原因有扎实的舞蹈功敌 所以身上肌肉不少 帮裴静叔提箱子 手臂用力的时候会有些青筋暴露出来 裴静叔下意识多看了几眼顾怀安手臂上的青筋 总会有些女生喜欢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帮裴静叔放好东西 顾怀安就下楼了 本来这会有镜头应该是给到裴静叔的 毕竟裴姐实在是太美了 随便一个镜头都蛮粗片 有她在的画面光是说老婆的弹幕都倒停不下来 但是 咔咔 当镜头给到楼上放完行李 在逛小院的裴静叔的时候 镜头的阴霾里 总能听到一些很奇怪的咔咔声 什么声音 导演将单触起眉头 这声音听上去好耳熟 他又一时间想不起来是什么声音 而这样的声音出现在那么优美的裴静叔的镜头里 会显得违和感十足的好吗 好像是 顾怀安在客瓜子的工作人员提醒说 啊 姜丹扔了一下 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顾怀安在客瓜子的 一个男艺人会在镜头前客瓜子的 你在开玩笑吧 就算是平常 男艺人也不会客瓜子的好吗 瓜子客多了会对牙齿 嘴唇造成不可逆的影响 甚至会影响艺人容貌 经纪公司都有这方面讲究的好吗 可当他转头去看机器的时候 竟然真的发现顾怀安回到小院桌央的堂椅上 正抓着一把瓜子的在刻着 那一刻 姜丹的脸上写满了怀疑人声 任凭他纵行类于这么多年 人送外号选秀教母也实在是没见过这样的艺人 没有说他们 就是正在逛小院的陪敬书 听见奇怪的咔咔声 触着眉头望过来的时候 看到躺在小院堂椅上客瓜子的顾怀安 脸上也写满了问号 这个男艺人他 在客瓜子了 弹幕 一直一片问号飘过 网友们都傻了 兄弟 你是真不把自己当个明星吗 你小子是来这里摆烂来了吧 不知道的还悬事他这是在自己家 而不是录节目呢 哈哈 他好有意思 裴敬书款款的 从小院的实体走下来 女嘉宾都住在二楼 而即便望着自己从二楼走下来 顾怀安仍旧在客瓜子 甚至跟他眼神似义的时候 都没有做错事的模样出现 裴敬书忍不住多看了几眼顾怀安 感觉这个男艺人 跟自己认识的所有男艺人都不一样 很新鲜的感觉 而不知道是不是发现裴敬书 一直盯着自己看 顾怀安还以为他看自己在客瓜子也想磕 于是抓了一把地过去说 要磕吗 原味的葵花瓜子 原味 不接受任何反驳 听了这话的裴敬书忍了一下 接着瞳孔微微缩小了一些 面皮都不受控制的抖动了一下 连忙挤出笑容摆摆手说 不 不用了 谢谢他一直以为 可能自己用奇怪的眼神多看顾怀安几眼 他就会觉得自己不应该镜头前这样做 然后就会放下手里的瓜子不磕了 可是事实是 顾怀安以为他觉得他在吃毒食 还问他要不要磕 有了每一瞬间 裴敬书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想到 自己和顾怀安一起坐在小院里磕瓜子的画面 我在想什么 他连忙甩甩脑袋 似乎是要将这该死的念头 从脑海里甩出去一样 哈哈 裴姐人都傻了 一些网友都看热了 忍不住表示 他竟然让我裴姐磕瓜子儿 哈哈 笑死我了 裴姐长这么大在内渔混了这么多年 什么大帮大浪姐没见过 等等 磕瓜子儿 但他真的很真诚啊 还蛮友好的把自己的零食分享给裴姐 挺好的呀 他是真的接地气的哈哈 就连幕后的江丹看着这灰鞋的荧幕也都气热了 不过他倒是没有打断顾怀安继续克瓜子儿 因为好像顾怀安克瓜子开始 讨论度就开始飙升 而且虽然他在裴靖书面前克瓜子这画面很灰鞋 并且违和感满满 但这种意想不到的不按套路出牌也还挺有意思的 主打的就是一个节目效果嘛 嗨 听尽全力将那该死的克瓜子的画面排出脑海 裴靖书轻嗨一声 转移话题式的问顾怀安说 你叫什么名字呀 顾怀安顾怀安回答 你 不问我叫什么吗 裴靖书问 这还用问吗 顾怀安笑了 我又是不知道你叫什么 你这么多年不是白混了 这话一出裴靖书愣了愣 富斯 接着不由自主的笑了出来 是啊 他裴靖书 一个靠一张脸打天下 把编念于没输给过谁的女歌手 一个粉丝量千万级别的女艺人 年轻群体的人不认识他的话 他这么多年岂不是白混了 他刚才之所以那么问顾怀安 其实无非是一个节目组安排的开场白嘛 很多节目都是这样 明明之前都对接过工作了 面对正式镜头的时候 却还是要装做刚见面的样子 嘘寒问暖 他已经习惯这样的方式了 却没想到顾怀安不按套路出牌 蛮真实的 哈哈 就连一些观众都笑了 发弹幕表示 男人 你成功取悦了我 他真不像是在录节目 更像是在跟裴姐聊家常 看惯了明星的寒暄 感觉他这样反而更有意思哈哈 咔咔 顾怀安照就刻着瓜子 跟个没事的人一样 躺在躺椅上跟裴靖书聊着天 好像就是那种 大家印象中 街头巷尾大爷大妈的方式一样 轻松 自然 他明知道面前的女明星 是有着那于神言称号的裴靖书 却丝毫没有一点拘谨 也逐渐吸引了一些网友的注意 而也就在这时候 累死了 我真的要累死了 门口又传来了几声 有些娇憨 忧怨的女生声音 你们节目主发我啊 选的什么鬼地方 连个水泥路都没有 知道我平常练舞体力好 就这么练我吗 他的声音像是一只小母老虎 不过莫名的有点可爱 顾怀安还陪进出的目光 不由得被声音吸引 触目望去 便看到一位穿着素胸上衣 白色高腰长裤 露着洁白的肚脐的女生 提着大大的行李箱走了进来 他扎着两个可爱的麻花便 不然看出发亮惊人 头顶一顶粉色的鸭绳帽 各种戒指 项链 耳环 手链 等等时尚灯品 更为他点满了韩式的时尚感 而当镜头给到他的那一刻 弹幕又炸了 桑卓妍 我老婆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是谁告诉我这节目 只是普通的恋中的 这叫普通 这节目要火 裴静叔加桑卓妍 去重地丢他们要火啊 桑卓妍 知名女团印堂超田的队长 兼C位 团队的研制担当 身材担当 但是担当 wocal担当 棒子国女团练习生出道的桑卓妍 是五年前回国的 别的练习生回国之后 是去终于当练习生重新出道 回锅肉麻 回回锅更香 但他不一样 回国后的他 直接空降一档蓝团选秀节目当导师 节目内展现出的强悍舞蹈 声乐等业务能力 对当时选秀元年的内鱼来说 简直是降维打击 桑卓妍也借此圈粉无数 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身材比例真的超完美 他真的没有很瘦 甚至有些地方也有肉 没有双手控球的技术 完全拿捏不住他 可他该瘦的地方真的很瘦 就拿着会儿展现在镜头前的小门腰来说 长连练舞 马甲线鲜明 肚脐都是素折的异的形状 并不骨感也绝不走白右瘦的路线 威胖就是Eats 每次他穿着紧身的素胸和短裤 晃动一双热辣热眼的美腿下腰 空翻 都会引得无数粉丝节思底里的呼喊 粉丝给他起过不少外号 什么人间巴比亚 懒鸭等等 但最值得一提的是 性感小野马这个外号 他的左眼眼角有一颗类质 每次演出结束都会气喘吁吁的冲镜头泡妹眼 不要太野 因此得名 他几乎是内于男女团时代这些年 出过的最具有辨识度 人气最高 各方面最有美的女团成员 所以哪怕是后来各种男女团被一刀嘎之后 他仍旧拥有着相当高的人气 事业非但没有受影响 反而因为solo之后不再需要被团队拖累 而人气激增 有句话叫做狼行千里吃肉 狗行千里吃 说的就是桑着岩 有能力的人 无论面对任何情况 在哪儿都有饭吃 而这样一位人气非常高的顶流女星 竟然也会出现在这档链中里 网友们是万万没想到的 裴静叔裴姐会出现在这里 他们都够意外了 双卓妍竟然也会出现在这里 这两位女明星 你都不要想他们录节目了 就算是他俩同框的照片放在一起 都能让人欣赏很久 慢慢的 有些人开始注意到这档链桌的不寻常了 注意着弹幕的幕后 自主人将但看到这般反响之后 也不由得咧嘴一笑 表示意料之中 他心说别着急 后面还有惊喜呢 水晶小愿 真的是要累死了 桑着岩居的小水嘟嘟囔囔的 他拎着的是一个粉色的箱子 箱子很大 上面贴了一些很卡通很少女的动漫贴纸 里面不知道装了多少东西 众所周知 女孩子的行李箱一般都很重 莫名的重 哪怕是常年年舞的他 一路走着那死板路令过来 也真的要了亲命了好吗 路上 他恨不得要把节目组上下都问候了个遍了 真甜蜜的 站在门口的他恶狠狠地瞪了节目组的方向很久 这才一开幽院的目光 转而望向小院 当他一松美眸瞥见裴靖书的时候 立马挥舞起两只小手 激动地喊着 裴靖书 他跟裴靖书认识 以前曾经一起录过节目 也在跨年晚会后台寒暄过 叔叔吧 算不上很熟 在这个圈子里哪有什么真正特别熟 特别铁的人啊 都是一群表面朋友而已 女艺人更是这样 表面上好姐妹 被地理抢之缘的时候 甄嬛传都能给你来上一套 不过谁让桑卓妍性格天生的活泼 他业内人缘极好 哪怕是裴靖书这种性格甜静的柔情美人儿 他也会很热情地打招呼 是你啊 裴靖书温柔的笑笑 起身走过去 欸 哈啰哈啰 跟裴靖书打完招呼之后 张卓妍紧接着才跟那边的男嘉宾顾怀安挥手 他很热情 挥舞双手手臂的时候 有些东西呼之欲出 镜头相当热辣 但是 当他飞剑穿着冷自脱 手里还刚磕完一把瓜子 将瓜子皮扔到桌子上 拍拍手这才跟他打招呼的顾怀安的时候 也不由自主地人了一下 左边的蛋眉轻轻挑起 似乎看到什么很惊讶的事情一样 这个男嘉宾 长得的却蛮帅 但是怎么好像 不像在录节目的样子 呼 看着桑卓妍的表情 裴靖书玉手亲眼红唇 测过身去差点就笑出来 他想 自己刚才刚看到顾怀安的时候 应该就是这幅表情吧 没有人能想得到 也会长得很清新 自然的小鲜肉 竟然穿得这么简单 还磕瓜子了 不像在录节目 更像是在自己家 他真的是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 叫做把节目组当家啊 桑卓妍有点凝乱 你是 嘉宾吗 他问顾怀安 又忍不住看了看裴靖书 似乎是想从裴靖书那里 率先得到答案 可惜率先回答他的是顾怀安 我这 不像嘉宾吗 顾怀安抬起手一副摆烂的样子 还转了一圈 虽然做的事情很接地气 但是顾怀安还是蛮自信的 是 他这身装备是有点儿没品 但这长相不说万里挑一也很显眼了 这说不是嘉宾而是工作人员 也说不过去吧 你这 像嘉宾 桑卓妍则是上下打量的顾怀安 他还专门栽了栽自己眼睛上戴着的那副粉色镜片黑色镜框的墨镜 尤其看了一眼顾怀安脚上的人自拖 呼 很多观众都看不下去了 纷纷表示 感谢你特别邀请来见证你的接地气 桑卓妍结婚季国内国外纵航那么多年就没见过这么精致的男明星 真亏顾怀安能有自信说自己像嘉宾哈哈 你说这个呀 顾怀安抬了抬穿着人自拖的脚 还专门翘了翘大母脚趾 说 这个主要是舒服 他想过会有人问他衣服的事 所以怎么回答也想好了 扑 好吧 桑卓妍好看的嘴角不由的上扬着 莫名的被他敲大母脚趾的动作逗笑了 递出手去 你好 桑卓妍顾怀安 顾怀安 接着可爱的小嘴嘟让着顾怀安的名字 桑卓妍夸奖说 名字蛮好听的吗 起名字的人一定很有才 谢谢 你也是 你是做什么的 歌手 你也有人 长这么帅不会是练习生吧 以前是练习生 现在不是了 这样啊 嗨 一样 我以前也是做女团的 现在不也一个人上节目 我跟你说啊 桑卓妍是个非常活泼的女生 并且很会找话题 简单几句话就找到了 跟顾怀安的共同话题 以前都是做男女团这一块的 有共同话题很正常 反倒是裴敬书 看着这一幕不由的带眉微醋 不过他也没说什么 只是默默的过去 帮桑卓妍拎起箱子 往瞧着裴敬书先受揉弱 尽可不晓 桑卓妍那个比他箱子还大的箱子 他认识两手提了起来 过来吧 眼角余光 瞥见这一幕的顾怀安 或许他已经不抱着来这节目 跟女嘉宾牵手成功的打算了 但作为一个男生 该帮忙的还是得帮忙 不用 没关系的 裴敬书客套了两句 也就任由顾怀安帮忙拎箱子了 拎箱子的时候 顾怀安的手臂上 还是会有青筋暴露 裴敬书不由的再次注目望去 还没看几眼呢 桑卓妍忽然惊呼一声 哇 你这是静脉曲张吗 裴敬书 一下子感觉自己欣赏的东西 被破坏了是什么鬼 这女的有毒吧 哈哈 我算是懂桑卓妍为什么会来这里了 一些网友都笑了 忍不住表示 她这性格很难不单身啊 你这话说的 你知道有多少男人梦寐以求 相当桑卓妍的男朋友吗 当他男朋友 绝必是一种享受 这破车诊就是说 能不开还是别开的行不行 哈哈 顾怀安话少 活而好 会帮忙 力气蛮大 挺可靠的 却又不怎么跟女嘉宾交流 帮桑卓妍放下行李箱 她就下楼去了 貌似又回到堂椅上摆烂去了 那 裴敬书顾怀安前脚刚走 桑卓妍就拉住裴敬书 八卦式的问着 这人什么来头啊 感觉整媒妇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 我还真没见过这样的艺人 他从顾怀安身上 看出了一种摆烂 无所掉位的态度 别的艺人上节目 恨不然每根头发师都严丝和缝 他可倒好 穿着一双人字拖就来了 桑卓妍现在都还记得顾怀安迎接他之前扔瓜子皮的画面 视觉冲突十足 当时他甚至想问是不是没开机啊 不然怎么会有嘉宾这么随意啊 不知道 我也刚来梅惠儿 裴敬书很老实的摇摇头 一头青丝随着可爱的小脑袋微微摆动着 有些娇憨 这会不会是什么关系户啊 桑卓妍几乎要趴在裴敬书身上了 裴姐都感觉有点压得慌 这里的肉真多 不过她的怀疑倒也不是没有道理 虽然来之前没有确定嘉宾阵容 节目组也没有通知 说是保密 但据他们所知 来得好像都是知名艺人 不说别人 就说他们俩 裴敬书 桑卓妍 这样两位女顶流拿出去 无论放在任何节目都是挑大量的组额 随便走在街头都能造成交通拥堵 他们都来了 别人肯定也不是一般人 那既然都是知名艺人 这个顾怀案又是怎么进来的呢 幕后资本会塞一个素人进一档商业价值如此高昂 卡斯这种全面顶流的节目来刷脸 开他们什么玩笑 肯定是关系户 富二代什么的 来节目度个精的 这种手法在如今的内宇真的是屡见不鲜 尤其是经历过选秀时代 桑卓妍很清楚那些幕后资本运营的手段 你可以去看看近几年爆红的所谓顶流 哪个家里没点而关系没点而经济实力 不是什么魔兜富婆 就是某个富庶城市的富商之子 也因此资深不少老赖之子 这个圈子就是这样 无论是什么时代 富人家的孩子都是砸钱充斥的 虽然跟顾怀安相处时间不长 不过通过他在镜头前的随意 他面对他们两位顶流女神都无所调位的样子 桑卓妍几乎可以确定 这个人肯定是来杜金的富二代 的确 有点像被桑卓妍这样一提醒 裴静书回想起刚才自己和顾怀安接触的时候 这家伙嗑瓜子 还给自己低瓜子问自己磕不磕的画面 是不是有点而像吉人那种 富二代带着女明星吃路边摊的画面 主打的就是一个真实 反差 关键问题是他一点而没觉得哪而不对劲 这就是一个很值得深究的问题 他给别人低瓜子无所谓 给裴静书陪且这样一位顶流女艺人如此从容的低瓜子 这件事本身就有问题 说实话 在这个圈子 一般的富二代并不可怕 时代在发展 科技在进步 人们变得越来越有钱 富二代也跟工厂流水线一样 成批生产越来越多 以前 百万都能叫富翁 现在 百万在一线城市也就够买个厕所 甚至在三四线城市他们都不敢说自己有钱 正因为富二代越来越多了 你有钱别人也有 大家都是砸钱让孩子往娱乐圈里冲的 谁都不比谁花得少 疯狂内卷的时候也就显得富二代不是那么有含金量了 这年头娱乐圈真正可怕的 其实是有关系的富二代 也就是关系户 比如某家大型影视制作公司创始人的孩子 或者某家大型娱乐经纪公司老板的亲戚 这种行业内大佬的人脉是很广的 举个例子 同样一档节目 富二代他们家里都得想方设法在前才能进 可能有多少镜头走到哪一步还得取决于他们在多少钱 而关系户的公司直接就是这节目的制作发行方 要多少镜头 想走到哪儿 无非就是动动嘴的事儿 这本身就不能比 所以在这个时代 尤其是在这个圈子 关系户要比富二代可怕多了 就桑佐言目前猜测 他觉得这个顾怀安有可能就是这种有关系的富二代 背后可能就是某位知名大佬 业内资本啊什么的 要不然他一个素人 长得再帅 又怎么可能登上这种顶流奇聚的恋中 这年头啊 没人捧还真不好混 要是这样的话 还真的对他客气点桑佐言倔的小嘴 御手摸缩着光洁的下巴 显得有些呆萌 有些可爱 装子上戴着的那眉雕刻的玫瑰的女士戒指油味显眼 不彩斑斓的美甲更是给他增加了几分搞怪的感觉 王小的桑佐言性格开朗 说是大大咧咧 但他却是个比较谨慎的女艺人 之前在棒子国出道时候就是团类C位 回国后更是一路高开高走高跟猛进 星途坦然 这些跟他谨小胜味的性格脱不了干系 张飞穿针 初中有戏 诚然 他也不怎么瞧得起那些靠干爹上位的艺人 更不屑于滋味舞 但犯不着得罪他们 每次上节目之前 如果听说有类似这种关系户 或者觉得谁是关系户 都会或多或少对人家客气点儿 万一不小心得罪了 会很头疼的 随便你吧 裴静书并没有发表个人意见 只是微微抿人抿嘴唇 他的性格比较甜静 素来不喜去恭维别人 也不是很懂得怎么搞人际关系 正因如此 他甚至没有签公司 一直都是自己团队运营的个人工作室 所以哪怕明知道是关系户 他也不怎么有兴趣去交流 攀谈 而相较于什么关系户啊 资本啊云运 裴静书反而对顾华安的所作所会更感兴趣 哪怕是关系户 富二代什么的 裴静书也没见过谁跟他一样 上个节目跟在自己家一样 又是忍自脱又是磕瓜子的 就差抠脚了 阿们 不知道为什么 想到这里裴静书脑海里 忽然出现了一幕顾华安坐在院子里 躺一上低头抠脚的画面 啪 他忍不住抬起 没有任何饰品 没假的御守 一把拍在自己光洁的脑门纸上 两病的发师被一起拍扁 他说着眉头心说自己最近到底怎么了 怎么内心戏这么足啊 有机会试探一下 反正咱们时间多整了 桑卓妍吃着一口看穿完美的烤石牙笑着 笑得格外阳光灿烂 简单将自己的箱子放下 踏踏上裴静书的小手 说着 走走 帮我拎别的箱子去 裴静书 什么别的箱子 你不只有这一个 裴静书有点奇怪的问 他一度一味这么大一个箱子 已经囊括了桑卓妍所有的东西 毕竟真的很特良的重 拜托 桑卓妍两只玉手 掐在纤细裸露着的柳腰上 马甲线十分鲜明 肚脐的形状相当完美 白嫩又白皙 他一本正经的说着 女孩子出门 光是衣服两个箱子就不够 还有鞋子 化妆品 饰品 其出用品 日常用品 没有三四个箱子怎么够 他没有说的一句话是尤其是女艺人 宋慰知名顶流女艺人的桑卓妍 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身材管理 饮食管理 日常生活相当自律 吃穿用度都相当讲究 尤其是吃 他吃饭方面真的要低支低糖低油 没办法 也不是他想这样 主要他真的属于那种一胖体质 只要稍微不控制几天 体重秤秤往上涨 MD侦探们就是那种喝凉水都胖的体质 他不跟裴静书一样 一张脸打天下 身材是他最大的武器之一 没了这号称人间Bobby的身材 他离他房也就不远了 所以他什么都可以忍 脸上抱个痘痘狼忍 就是不能忍自己发胖 嗨 车远了 说回行李这边 公司给商卓严厉的人设 一直都是百变少女 所以每次出门服装造型 肯定要背得越多越好 这可是个曾经在户外真人秀 一天换了十套衣服的女艺人 今天光是衣服 他就带了两个大箱子 节目组不让工作人员帮忙 他只能自己提 提这一个来都够崩溃了 要他往返几趟把那些箱子提回来 还不如要他的命 他是体力好 但不是老黄牛 当然要摇人帮忙啦 水晶小院里也没别人 就裴静苏和顾怀安 这种免费劳动力伤 卓严当然要用 好吧 裴静苏运们的咳咳小嘴 虽然不是很情愿 但也没有拒绝 二女下楼 下楼梯的时候 裴静苏一双纤细 修长 腿型含着的玉腿 跟上卓严一双 有点肉感却不感觉出的眉腿 相当而言 镜头给到的时候 不少网友都直呼晕腿 这次 咔咔 这会儿的顾怀安 还刻着瓜子而呢 声音很清脆 不经意间就破坏了 大家长腿的意境 网友 喵 蓝粉表示 有点而想到他是什么鬼 嗨 小院里 裴静苏看了一眼顾怀安 看见他的人字拖的时候 脑海里不自觉浮现出 刚刚想象的他扣脚的画面 一向让了个大红脸 搞得裴静苏都不敢看顾怀安了 幸亏没人关注他 不然的却很窘迫 喂 帮个盲辈桑颜笑嘻嘻地过去 请顾怀安帮忙拎箱子 顾怀安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了 虽说他并不抱着 跟女嘉宾牵手成功的打算 但节目镜头前还是要装装样子 好歹不能拜自己的路人员啊 走吧 顾怀安起身就走 你不换双鞋啊 桑卓妍憋着笑 一双妹眼扫向顾怀安脚下 不用 不耽误是顾怀安摆摆手 一点没觉得自己穿人自脱有什么不好 桑卓妍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只是牵上了裴静苏的胳膊 二女手玩手跨着走 镜头给到她们始终很养眼 本来顾怀安在旁边也应该很养眼的 她长得又不赖 常连健身身材也很健硕 可是让她穿得太随意了 跟两位精心打扮的女明星 站在一起反差感太足 导致摄像老师都不想给她镜头了 可问题关键是 这个竟能一边走一边嗑瓜子 那声音哪怕是两位女星聊天时候 迎宁班的笑都遮盖不住 又不得不给她镜头 鸽子 看着摄像画面里 穿着人字拖 嗑着瓜子还两位女星走在一起的顾怀安 摄像老师后草牙都差点儿没咬碎 就觉得这组儿怎么就有点儿 欠揍呢 你能不能不嗑了 一些网友都气笑了 他给我一种不是在录节目 完全就是在留街的感激哦 Gay溜子啊你 大哥 你到底是怎么能做到在裴静苏 商卓言面前还嗑瓜子了的 还特么一直嗑 还他妈甜有数字 一点都不往地下扔 我特么管你有没有数字 这瓜子的在出场可就特娘的不礼貌了哈 值得一提的是 顾怀安虽然一边走一边磕 但完全看不到他随手丢瓜子皮的没数字举错 刚刚甚至掉到地上一片瓜子皮 他都回头蹲下捡起来 到垃圾桶那边才会扔掉 这搞得一些人想骂他都不知道该骂啥 就是说 这个好像也没做错啥事吧 庆幸的是 顾怀安出门并没有踹多少瓜子 他磕得又快 没一会儿瓜子就磕完了 瓜子磕完的时候呢 也到了桑酌妍放行李的车上 后备箱里一共还有四个箱子 其中两个大的两个小的 刚刚弄完瓜子皮的顾怀安 一边拍在手上剩下的一些碎屑 一边过去拎起两个最大的箱子 还说着你们拿那两个小的吧这里来看 他这个男友力可算是拉满了 要知道 女生的行李箱普遍偏重 顾怀安提的这两个 一个26寸 一个29寸 恨不忍是最大型号的了 他一直有一个跟提棉花一样 说提就提起来了 并且没什么废话 一点不报怨重 说干就干 拎起来就走 只是这点 还真让人有点好感 这年头很多小仙都可是胶落得很 某些小仙都片场拍戏 连他们90金的女演员都抱不起来 比他们娘帽儿还娘帽儿 而且顾怀安用力提行李箱的时候 手臂部分那些清镜会再次暴露出来 这里来裴静叔又一次目光的注视 可看的时候 他忍不住回想起之前桑酌妍说的静脉曲张 一下又让裴静叔滤进碎了 想到这里他不由的抬起是水般的毛子 用永远的目光瞪了一眼桑酌妍 桑酌妍 明明什么都没做 为什么裴静叔要瞪自己啊 他想问的时候裴静叔已经拎起一个箱子 扬长而去 弄得他格外莫名其妙 回去的时候也不知道是没有手空出来嗑瓜子了 还是瓜子嗑没了 总之回去大家并没有听到 顾怀安嗑瓜子的声音 六根亲近 真的谢谢啊 当顾怀安和裴静叔一起帮忙把箱子送到桑酌妍房间之后 桑酌妍双手合十 感谢两位表示 大恩大的我都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了 他表现得有点浮夸 又有点搞笑 裴静叔名嘴笑笑摆摆手 老汇真的要奖励 倒是顾怀安 因为正午有点乐 拎着两个大箱子一路过来拿门子上还有点儿汗 听了桑酌妍的话他一边用纸巾擦汗 一边说 入口有个商店 请我吃块雪糕吧 桑酌妍 当时桑酌妍一脸的问号啊 大哥 我就客套客套 你听不出这是客套话来啊 你还真当真啊 嗨哟 雪糕是什么鬼啊 身为明星艺人 对于这种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 一般是坚决杜绝的 十几岁就出国当练习生的桑酌妍 都快要忘记自己上一次吃雪糕是什么时候 甚至快忘了雪糕是什么胃儿了 要不是顾怀安提 他都快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雪糕这种食物了 他顾怀安一个艺人 想吃雪糕 还是街边商店冰柜里的雪糕 什么鬼 呼 当时很多看节目的观众都让逗乐了 笑道 刚不嗑瓜子了 你这又给我整了个雪糕 还特么是你会整活啊 人家客套客套 你是真不作假啊 我承认阁下有点东西 但如果我说 我是说如果我说我诞生于1996 阁下又会如何接招 顾怀安 小样 拦得住我 太酷啦 你们的讲话方式 不由得让我想起我的一位顾人 呼 你们够了 扑斯 双手环到胸前 协靠在门框的培靖书 不由得轻笑出声 他同样被顾怀安突然的要求弄得有点啼笑皆非 不过他想了想 还是抬起仙气的御手 笑道 我也要吃这一刻的培姐 莫名的有些跟平常的高人反差满满的软蒙在里面 桑卓言 喵 他想说你就别臭热热了好不好 你赔靖书不是个女艺人啊 人随便吃雪糕 你开什么玩笑 你想吃你那机器后面时刻关注着你的经纪人 也不见得会让你吃吧 还有 不就是块雪糕吗 你们俩之鱼整得那么团结的样子吗 我桑卓言是连块雪糕都买不起吗 老娘随便接个商业 都是几十万起步的报价好吗 社交账号随便发条广告都能买几万块雪糕的好不好 服了你们 他翻翻白眼 拿起自己包着可爱的粉色毛笼手机壳的手机 大手一挥 走走走 带你们去吃雪糕这一刻 不知道为啥 他忽然有种自己像那种带了两个小孩子去吃雪糕的大姐姐一样 这两个巨婴 哈嘘 水晶小屋悬质在云南淡里的一处古村落里 这边旅游越开发的的却可以 但客流量更多的集中在几大古城和尔海附近的商业区 绝大多处小村落的客流量其实相对稀少 但这并不代表客流量稀少的地方风景就一般了 越是这种客流量稀少 未被开发的小村落 就越有那种古色古香的味道 就拿顾怀安他们节目录制现场这个村子来说 虽说到处都还铺着石板路 很多房子甚至是那种土胚的房屋 但来往村民身上穿的衣服都是当地民俗的服饰 偶尔还能听到他们讲当地的方言 路上有人牵着马 空气中甚至混杂着些许马氛味 稍微抬头 就可以看到彩云自然城市分明的云朵 行者在这样的村庄里 可谓是色相畏惧权了 种类还蛮不少的嘛 入口的小商店 顾怀安带着商卓岩 培进出推门进去 直奔冰柜 虽说是比较偏僻的小镇 但这边的商店里卖的东西还真不少 各种生活日用品都有就不说了 就连冰柜里的雪糕类型 有人全部比大超市里少 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有买过雪糕 甚至都没有经过商店的商卓岩 看见这些鼻涕多稀罕了 一整个趴在冰柜上 盯着那个色各样的雪糕 两只带眼睛不灵不灵的闪着 里面写满了喜欢 他只是看那些雪糕包装上的图片 就已经想到一口下去有多甜多么可口了 但同时 他的脑海里也不自觉地浮现 那些制作雪糕用的淡奶油 巧克力里究竟蕴含了多少热量 脂肪 想到这里 他一张灵动的翘脸 立马就垮了下来 闷闷不乐地撅着小嘴 他侧过脸去对顾怀安说 你要吃哪种赶紧选吧 好 顾怀安低头看了看 他也不知道自己该吃哪种 从做练习生到现在 顾怀安对身材的管理 比商卓岩也不遑多让 雪糕 这却也蛮久远了 不是因为系统 顾怀安也不见得会碰这种高热量 高脂肪的东西 即便是吃 顾怀安也下意识地想要去选些 看上去应该脂肪 热量含量没那么高的雪糕 看了几块 最终顾怀安的目光 停留在一个白皮包装的中靴膏上 本身顾怀安想找小时候 吃过的一种叫做冰糖爽的雪糕 那边应该热量不高并且相当便宜 小时候学校门口才卖五毛钱一块 同样因为很便宜 似乎也能更加接地气一点 不过可惜没找到 毕竟时间太过久远了 可能不赚钱已经被雪糕借的资本淘汰了吧 他倒是记得雪莲没有被淘汰 东方不能没有雪莲 就像西方不能没有犹路沙龙嘛 可惜刚看到一包呢 忽然跑进来一个小孩 一把抓走了 目瞋貌似是最后一包 顾怀安也就没跟熊孩子强 既然找不到自己熟悉的 顾怀安干脆就打算选一块包装没那么复杂 看上去素一点的 这中靴膏包装就是白色的 于是顾怀安随手就拿了起来 我选好了当时镜头给到顾怀安和他手里拿着的雪糕的时候 弹幕还飘着一些说 明星就是明星 吃雪糕都不吃便宜的 这他们好像是著名的雪糕吃客吧 折折 咱跟人家没法而比啊 那走吧 去结账桑卓妍只简单看了一眼 晃了晃手机 就走向收银台 顾怀安先看了眼桑卓妍 又转头看了眼身后站着的裴镜书 见他们没有要买雪糕的意思还问了 你们不吃吗 当然不 张卓妍接着小嘴 十分不情愿地说 我们是女艺人 我们有很严格的身材管理 怎么能吃这个 话虽如此 她一双美眸还是不时披向放雪糕的冰柜 里面写满了不舍 这会儿她就在想 要是这雪糕的热量 脂肪含量一块没有那么高该多好 她宁愿一天不吃饭也想尝一尝 这样啊 顾怀安点了点头也没说啥 她是因为系统不然也不见得要吃的 色布 这会儿一拿雪糕 系统素质长出更加迅猛 顾怀安注意过 目前是唱功 演技 乐礼 等等各方面一起再长 这就还蛮舒服 那 裴静叔闷闷不乐的伤左眼屈身趴在冰柜上 两只玉手托着香筛 挺翘的臀儿固执笑着 她问裴静叔说 你不是说你也要吃来着吗 她说这话有点搞事情的意思 当时裴静叔的确说我也要吃 不过来了之后只是站在一边看着 也不讲话更对自己也要吃这件事丝毫不提 她甚至都不怎么去看冰柜的 但是 桑酌炎一提 她反而不由地瞥了一眼冰柜 只是瞥了一眼 就有点而移不开的意思了 咕噜 她听着冰柜的方向 竟然没有回绝桑酌炎 只是咽了口口水 并且慢吞吞地走向了冰柜 我去 你真的要吃呀 桑酌炎都惊了 看裴静叔的目光像是在看一个怪物 顺了一双纤细 容忍的御守都伸出来了 差一点就要碰到冰柜了 最后裴静叔还是收了回去 经过强烈的心理挣扎 裴静叔最终没有过自己这关 吃到是可以吃 吃这一次也不至于胖多少 但对于控制身材的女艺人来说 不 严格来说是对控制身材控制嘴巴的每一个人来说 有一次 就有无数次 你这一次可以自我安慰自己说吃一次无所掉位 下一次你还可以这样安慰自己 久而久之 一次又一次 又何谈控制身材 他裴静叔或许的却不是靠身材吃饭的 但混迹这个圈子 哪个女艺人又敢说自己可以随便不控制身材 身体胖了连也会胖 身材走样发浮了之后原子也会走跌的好吗 这才对吗 桑着岩吃着一口洁白的烤匙牙笑嘻嘻的对裴静叔点点头 要是裴静叔也吃的话 他真的会控制不住自己的好吗 可谁知道就在这时候 吃就是被顾怀安忽然帮裴静叔打开了冰柜的门 指着冰柜里琳琅满目的雪糕说 吃一次没关系的裴静叔听着这话愣了一下 不由得抬起一双美眸少项顾怀安 一句话 像是一种心理暗示一样 在裴静叔的内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并且迅速生根发芽 人可以接受自己的心理暗示 比如裴静叔可以暗示自己吃一次没关系 那是因为他同样可以将自己这样的暗示在内心里扼杀掉 可要是别人一张嘴 他就会有种 自己这是为了给别人面子 照顾别人感受不好不吃的感觉 并且这样的感觉很难克服 难以二字 所谓千里之低回于异静 便就是如此 裴静叔明的名嘴